截至9月1日 三亚本轮疫情历经一个月 目前 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三亚中心医院作为穷南唯一省级定点收治医院 为收治三亚 乐冬 陵水 东方 五指山 万宁等县市的高龄 孕产妇 儿童 和具有各种基础性疾病的危重病新冠肺炎患者 该院在接收前将所有病房清空 这是该院建院以来的第一次 一个月间 省外多支医疗队及海南省医疗队 前来支援该院抗疫 救治工作 医生们在三亚救治患者过程中 充满着爱心和关心 一些温暖瞬间 让人难忘 就像我记得我给一个新冠的认产部做手术吧 他那个病人 我进到手术室之后 他躺在床上 我看着他戴着很久武的口罩 我看着他躺在床上 那个就是从他的那个眼神吧 还有他的眼眶里就觉得好像他马上就是很恐 有恐惧 也有那种就是害怕 我说你看我们穿的防护服 多么像太空人 我说你看我们这么多太空人 你知道你生下来的宝宝是什么吗 是太空宝宝 是一个小超人 病人可能在这种环境中 他的心情也好了愉悦了 之后他可能战胜疾病的信心就增强了 也没有那么多恐惧和焦虑了 我们在前两天收治的一个重型的病人 这个病人就是七十多岁的一个爷爷 然后他到我们这来经过治疗以后呢 就是做了各种体胃啊 腐活胃的这样的一些治疗以后呢 病情就在逐步的好转了 好转的时候前几天就需要去转到普通的病房去做救治 后面我们就了解到他的家属 他儿子也是得了新冠肺炎 然后同时他儿子的一家呢 就是他有四个孙子嘛 那四个小孩子呢 也是得了新冠肺炎 他当时是住在儿科的病房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是专门我们这个 也是我们红蓝队的啊 就是一起就会把这样的一家子呢 把它放在了一个房间 然后其实这样的他这种照护呢 其实彼此之间啊 其实就跟生活在这种家庭中间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其实医疗救治中间 如果是把这种医院的这种救治啊 变成了一种家庭一样的 我觉得他会有一种就是温馨感 他们比方说得了二性肿瘤又得了新冠 他的心态上啊等等 除了病情严重以外 他可能会比较焦虑 或者说那思想负担比较重 那么我们除了治疗躯体疾病以外 实在还要很深入细致的做着思想工作 目前三亚疫情处于最后的冲刺阶段 社会面区域清零 中秋节也即将到来 三亚中心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天松表示 在该院内的所有医护人员也在加紧冲刺 力争让更多患者尽早痊愈 中秋节能回家团圆 我们很有信心 也很希望能够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 能够在社会面达到清零的目标 也把我们定点医院的收治患者 能够帮助他们尽量尽早痊愈 回家能够团圆